台北西門町這一間珠寶業者指控了 說店裡頭合作長達五年的直播主 竟然涉嫌偷走價值一千萬的翡翠珠寶 而且這位直播主呢 偷東西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但是每次問他 他都說謊跟否認 才讓老闆很下心決定 報警提高 男子忙著整理 手裡厚厚一碟文件 但裡頭暗藏玄機 夾藏千萬翡翠珠寶 業者指控直播主下播後 順手牽羊 保險箱把這個東西呢 給拿到他的座位上 珠寶整個就是技巧性的用手 把他用他自己的私人物品 把他蓋起來用手勾起來 然後放到他的自己的 那個黑色的包包裡面 自以為動作自然沒被發現 但包包內鼓鼓的整盤翡翠塞進去 頭爽監視器全拍下 操控直播主就是他 海水藍寶十一點九克啦 千萬翡翠不翼而非 店裡明明沒遭小偷 業者想破頭 懷疑有內鬼 調約畫面一看 去年十一月十九號凌晨 發現直播主行蹟可疑 老闆看在合作多年的情分 民視暗示給機會 但他始終否認 長期下來總共的珠寶 加上這一次總共有四十到五十件左右 改口說這個可能是誤拿 或是說有什麼樣的誤會 但是他也說他想要幫忙邪詢 但至今都沒有任何的一個結果 有三間廟去就是拜拜發誓 然後他還是不承認 老闆好切心 狠下心決定報警提告 記得實際聯繫直播主 但他這麼說 曾經的工作夥伴沒想到結局是這樣 如今雙方撕破臉 未來還得法院見 記著邀請成員翔台北報導